近日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心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包饺子比赛 中心的成员们欢聚一堂 在展示记忆的同时共享节日气氛 中心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将会晤工作要更上一层楼 2月24日中华民族文化中心举行新春联欢活动 会内成员欢聚一堂 活动中还举行了包饺子比赛 我们今年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呢 就是包饺子比赛 赶皮的看谁包的这块 包饺子的看谁包的这块 因为在中国年饺子是全中国人民都一个特色 所以我们也举行一下 所以今年来了大家都是 我们虽然就是地方小 但是人气挺旺 会员们就是通通都来参加 大家在展示记忆的同时共享节日气氛 比赛分为包饺子和擀面皮两个项目 选手们都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 无论擀面皮还是包饺子 熟练程度都非比心长 我们这个会呢是由我们的老会长 蒋丽莎一手创办的 那么在她的领导校呢 我们的会员们呢 大家齐心齐力 那么我们呢有个特色 就是我们大家呢 就是老人要聚一聚 热闹一下 所以我们搞了一个包饺子比赛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呢 大家互相进行交流 在2018年呢 也会有更多的活动 所以我们呢 大家都很热情 我们年龄虽然大 但是我们不比他们年轻的人 就是少出力 我们在新的一年里 要更像一层楼 环球东方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